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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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还不知道宝宝们 我再顺便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佛系追星 不混权 不掐架 不逞出 爱豆有新砖 砸钱 没有新砖 静静蹲坑 面对任何关于爱豆的绯闻 都能够做到淡定自若 其实说白了佛系其实就是90后 散文化的一种表现 有野形 没有野形 但这不是自我放弃 而是一种自我排解压力 而且还很管用 但是还是要奉劝大家一句 千万不要被世青的表面给蒙蔽了 要知道 有些人表面上上的不行 其实被地理同时在考五个证呢 最后 对于豆镜童剃光头 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分享 在相关阅读中国好师傅 71岁侯耀华收困血女徒弟 名牌包情侣表送不停 来源 据说娱乐我们经常说贵圈真乱 说的是娱乐圈 今天才发现原来相声圈的八卦 才是宝藏啊 大家都知道相声界有收徒弟的传统 讲究传承 最近71岁的相声演员侯耀华 就收了一个女徒弟 没想到这个女徒弟是个巨坑啊 简直承包了我一年的笑点 说到侯耀华年轻 可能不太认识 虽然说是相声演员 但最著名的作品 大概是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余得利 为什么一个演员跟相声会沾边呢 因为他是以故相声大师 侯宝林的儿子 侯耀文的哥哥 算起来也就是戈德纲的师父 好了 我们说回女徒弟 这个女徒弟叫安娜军 她发过一个简介长这样 说自己说中法院三国混血儿 还是毕业于美国 加拿大商学 愿 敢不敢把名字写出来卡 毕竟是个十八姓小演员 人家还是拍过喜的还是女仪呢 例如灭口 没听过 片唱风云之冤嫁姐妹 没听过 这张图片为啥总让我想到一些经常在门缝里看到的东西呢 除了在微博上发自己的简历 为了证明自己是娱乐圈内的 还发了和明星的合照 只是这模样 同一个人 和侯耀华的师徒关系 是安娜军自己亲自发营销文推广的 里面真情历切地说道我从不高攀有钱人 因为我不花他的钱 说自己仅仅是崇拜侯耀华大师 说得我都快信了 前面还信是坦坦地 说自己不高攀有钱人 一转身啊 这小徒弟就开始晒自己的师父了 你看师父不止陪逛街四天四夜 师父还给送香奶奶包包 送衣服 堪称中国好师父 年度最佳炫富 香奶奶 七连拍好包这两师徒都带上情侣表 你说这关系的多好呀 对于这位三国混血美女徒弟 侯耳爷一向出手大方阔绰 你看这次就送了个香奶奶 限量版子弹头 据说要差不多人民币十万块一个呢 把小徒弟给高兴的 把小徒弟给高兴的都忘了身后是廉价的玉帘开始了摆拍 还不忘了打上师父的名头 不过这条微博现在已经被他删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包包 是高仿啊 有网友爆出之事侯二爷 在广州白云批剧场买的 据说还专门挑质量好的 要一千块一个呢 加二百还能出正品发票那种 不知道安娜军现在心里是什么想法 你们看完上面这几条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小徒弟 日常就是陪师傅逛街 我们的小徒弟可是很忙的 业务能力之强 让人不得不服 业务一 在微博上卖萌 吓人 提 高关注业务二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大上 于是在纸上披两个毛笔子 毛笔还没沾握的那种 业务三 卖照片 定价只需五块钱哦 超划算的呢 业务四 特定节日还可以把自己打包出售 这波操作六百六十六业务五 一部三扭胯的拍个红酒广告 还要写上时尚 性感 高贵 气质 大姐 你是不是对这些词有什么误解 当然不忘带上亲爱的 师傅业务六 线下参加活动找老艺术家拍照 顺便打开美妆相机 让他们认识新的自己 业务期 蹭热度 蹭流量 反正无论什么都要配上自己的性感图片 原本有一条是剪到流浪猫的 结果最后配的那张图片啊 无法直视 原本想放出来的 但是我怕被封号啊 我怂 最近还进步了 学会了蹭明星以外的热度了 只是姐这双眼皮在哪砍的 能告诉我不 我绝对不去 对了 据她自己的微博上面简介 还写着自己是92年 你记吗 反正我是不信了 因为她最新的紫拍中 披露了一条白头发 可能年纪大了 没看清 现在稍微虎了之后 安纳军就开始在微博澄清自己 和侯耀华指示师徒关系 没有正式拜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师徒指示挂名的卡 真正的关系你们自己猜啊 还说字 即使是在私人小号里面发用作流念 都是媒体在炒作它 先不说谁炒作谁 先告诉我你哪里还有一个大号 反正你们不开心的 快去看她微博 保证可以笑一点 向神界四门功课 说学斗场 我看安纳金可是拔斗学得非常好呀 分享 在相关阅读 igious奏 垂操你 宁心